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郎首先在1956年6月绑架黄应酬将他杀死 到1961年2月再绑架黄应酬的父亲黄赤斌 这件案还有一个重返邓伟明 后来转为控方证人 三郎结果裁定谋杀罪名成立 全部在赤柱执行还手死刑 而邓伟明也判入狱五年零十个月 93年今日随直正当本港市民 忙于行年少看花市的时候 几百个国家航空公司的机舱服务员 就在港督府外面冒着韩风 露宿请愿 希望港督彭定康 调停他们和公司的劳资狗分 对于这批年轻的女性来说 这年的随直相信是他们不生所难忘的 2008年1月22日 行政会议批准市区和新架的士 落标加价1元 新收费在当年的2月28日生效 这次是的士10年来第一次加价 市区的士的起标价 由15元上调到16元 而新架的士就由12.5元加到13.5元 运输及房屋局发言人说 加价是希望舒缓成本上升 对业界造成的压力 而市民就普遍认为家福是可以接受